伯特拉大学可能恢复原名农业大学 引起了社会的议论 伯大名誉校长雪兰的苏丹沙拉福丁殿下 今天预令维持伯特拉大学的名字 殿下表示 这是因为当初为大学更名 就是要表达农业为民的意思 还劝欲有关人士发言之前先了解历史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 拿督斯里莫哈莫沙布前天表示 会把伯特拉大学恢复旧称 农业大学的建议带上内阁讨论 宣称这是考虑到我国 目前专注于农业领域发展和粮食安全课题 雪州苏丹沙拉福丁殿下 今天出席伯大毕业典礼时表态 预令维持伯特拉大学这个名字 还强调更名的建议 之前没有向大学董事会或殿下提过 Beta tidak berkenan dengan cadangan tersebut di sini Beta menegaskan bahawa nama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ini tidaklah dikekalkan tidaklah dikekalkan karena Beta telah pun melancharkan jenamah melancharkan jenamah putra yang membawa maksud pertanyaan untuk rakyat 殿下解释 伯特拉也是建国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名字 有着纪念意义 所以提醒不了解历史的人 针对博大课题发言之前先熟悉历史言格 殿下也建议博大和其他农业业者合作 让国内的农业领域重新受欢迎 尤其是让年轻一代拥抱这个行业 让社会相信农业有潜能也有前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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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